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首映里惊喜多多 现场收获男生表白 听完理由嘴角上扬 电影热烈北京首映里 众位主创集体亮相 没想到这次惊喜多多 充满了欢笑 街舞题材的作品 电影市场鲜少有的作品 这次大鹏携手王一博 黄博 刘敏涛 小沈阳等主创人员集体现身 为这个热烈的夏天 开启了酷爽之旅 首映里现场 接受采访的过程 果然是充满了惊喜 其中 王一博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部作品 让王一博感觉自己很幸运 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街舞拍成电影 是一件幸运且幸福的事情 拍热烈完成了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的舞蹈 那就是地板舞 王一博自己小时候 第一次接触街舞就是breaking 但是后来放弃了 随后改成跳hiphop 这个时候呢 大鹏解释说 那是因为他其实是受伤了 不能说放弃 因为王一博不愿意讲 所以他想补充一下 随后 随后王一博反矫情的说了一句 说到哪里了 整个画风就轻松改变了 听得出来 他不喜欢卖惨 博人眼球跟关注 他说自己有一段暑假练舞的经历 是非常开心的 每天都在舞蹈室里练舞 也没有感觉到累 就是很开心 讲到这里 从王一博的脸上 跟说话的语速中 听得出来他很幸福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总会滔滔不绝 不过这次王一博的惊喜 还在后面 因为跳舞的他 没想到这次不单纯收获的是 电影的好评 还有一位男生的表白 这位男观众开始说 其实自己不喜欢的明星 就是王一博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自己的女朋友 不搭理他 而是没事刷王一博 现场听到不喜欢王一博的时候 刘敏涛跟黄博的反应挺真实 一头雾水 一键猛圈 为什么不喜欢王一博 我要听一下理由 结果呢 人家是因为女朋友喜欢 自己才不喜欢的 可是这次来看王一博的电影热烈后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甚至还被王一博的街舞给震撼 自己开始喜欢他跳舞了 这就是街舞带来的魅力所在 虽然这位男生表达的相对含蓄 可是听起来还是被王一博的作品 传递出来的情绪给感染 毕竟他自己也被女朋友安利了很久 对王一博也是早有耳闻 这次不过是更加真实感受到了 王一博跳舞的魅力所在 听到这个理由的王一博 先是一脸茫然 随后露出了一个淡定的表情 扭过头跟黄博说了一句 然后自己偷偷的笑了起来 黄博说 往后可以一块刷 说不定比女朋友刷的还厉害 随后现场一片欢笑声 其实王一博挺拒绝这种表白的 可是内心应该是开心的 嘴角上扬表达了谢谢 看着那位男生 也是满脸的尴尬 自己估计也没想到 让男生这么表白 感觉有点害羞 其实王一博跳舞 真的容易吸引人 这次光芒而不自知吧 不到帅而是还酷 一句出圈的话 街舞不是王一博的舒适圈 而是统治区 这句话形容得很准确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